OK 這就是我們的 Ronin M 那我們這個 Ronin M 我自己已經用了還蠻久了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說一下到底我們整組有什麼東西 所以就是有一個遙控器 那這個遙控器就使用也正常 沒有什麼問題 電池我也把它搞定了 但是它天線斷掉了 但是收訊是還OK 還是可以遙控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配件 就是如果你想要把 Ronin M 放到三腳架上 或是有一個油壓原台上 然後來控制的話 那這個就可以讓你放到 腳架跟油壓原台上面 然後還有我們的快拆板跟板手 就是來鎖相機用的都在這裡 那沒錯 然後我們有兩組電池 一個是原本 Ronin M 的大顆的電池 這個是50.32Wh 就是你可以撐比較久 我自己用大概可以用6個小時吧 那後來買的小電池這個是 22.7Wh 那這顆也比較新 但是也就沒有什麼在用 就我都放在櫃子裡 然後我想說都沒有在用 那就不如把它賣掉 那這裡有兩個充電器 那就看你喜歡用哪一個 但是新的電池 這顆新的電池 只能用新的充電器充 那舊的充電器就可以充 都可以充啊 就是你自己分配 就是如果你同時用完 你可以同時兩個一起充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 RONIN穩定器本體 那我們的下面這個腳 或是另外買的這個支撐架 你的RONIN穩定器就可以單獨 就是配調平衡啊 或是幹嘛 你就可以直接放在腳 就是它自己有腳 你不用放架子上 就比較輕鬆 你隨時都可以放下來 那這整個框框也非常輕 就是應該是碳纖維的 因為我當初買應該是8000多塊 管它的就給它賣掉了 反正這個框框 你想要夾什麼螢幕啊 夾燈啊 然後夾個什麼東西 小配件啊之類的 都很方便 那這個就整個一起 那RONIN AM上面還有一個遙控器 拇指控 拇指控就是你 就是 我把它拿下來 拇指控的部分就是 拇指控你就可以調整 你的穩定器的方向 就是跟這個大的遙控器一樣 這是塞到這麼小 然後你 調整那個AutoTune 也都不用到我們的手機APP 你這裡就可以有AutoTune 還有我們的Calibrate System 就是所有的設定啊 還有模式啊 還有我們的跟蹤速度啊 都可以在這裡調整 那上下左右 你都是可以自己調整 雲台的位置這樣子 我是覺得還滿讚的啦 就全部一起 然後上面這個是我自己改的 就是一個 機頂把手 然後用一個快拆板跟底座 然後我們就可以讓 我們整個Ronename上面有一個 上面的提拔 沒錯 就是這樣 這樣拍攝也輕鬆很多 你要低角度 高角度 就拿下面 就非常輕鬆啦 好 那這就是我們整個的 Ronename啦